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来 今天给大家分享湖南名菜 拆果肉炒核包蛋 这里是煮好的一个猪头骨的肉 湖南这边也叫削骨肉 然后搭配了几根这个青线角 两个鸡蛋 几根大蒜子 还有这个蒜椰 下面来把食材准备一下 把这个柴骨肉切成厚薄的一个鸡蛋 好了这里剩下的不要了 太多了 我们要响应国家的号召 不能浪费 然后把这个青线角切一样 把它切成圈圈 大蒜子 把它拍一下 好了这是今天的一个食材 下面去把这个蛋把它煎一下 煎成荷包蛋 然后来把它切成小块 我们先把这个荷包蛋煎一下 这个荷包蛋要把它稍微的煎老一点点 它就会炒起来就更香一点 锅烧热 把锅滑透 放少许的菜籽油 猪油 来点毛毛盐 把这个柴骨肉 放下去 稍微煎一下 这个柴骨肉 来一点点酱油上色 放入这个 排蒜子 然后接着放入这个青椒贴 接着来的这个干红椒粉 放入这个荷包蛋 调味 来少许的味精 酱油 再点点生抽 提味 出锅前放入蒜椰 来少许的蚝油 让点明油 好了各位朋友今天这道 香菜的经典下饭菜 拆骨肉炒荷包蛋 一个烹饪过程 都完成了 这个菜有就是 关键点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这个荷包蛋 要把它煎老一点 它这个荷包蛋才会香 第二个就是这个 猪头肉 拆骨肉 要把它稍微的水气 把它煎干一点 煎干一点 它这个才会香 没有什么其他的绝效 一定要把这个 拆骨肉的一个肉香味 和这一个 荷包蛋的一个蛋香味 把它融合在一起 跟我们湖南菜 香菜里面的一个 农家一碗香 有着近人的相似之处 就是要把这些食材的一个 香味相互的渗透 它这个菜才会好吃 才会下饭 下面我替大家简单的试一下味 下面我替大家简单的试一下味 背着呢 小胖小九十个菜 食材 可能这个 拆骨肉 在一般的市场上面 家庭里面可能难道买得到 但是在饭店里面 这个应该是常见的 这个在香菜馆里面 今天这套拆骨肉丝 核包蛋的分享 马上要告一状了 大家如果觉得 这个做就可以了 请大家记得给点赞 关注 评论要转发 如果我觉得哪里做的不够好 不到位 有缺陷的 请大家 给予诚恳的建议和指点 我会实际的接受和学习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